《军武自卫面》作者 策马夜长 今年5月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并扬言将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此举遭到伊朗的强烈反弹 伊朗最高领袖赛伊德阿里哈梅内伊5月23日表示 若想让伊朗留在伊核协议 英法德等国必须先答应几个条件 其中包括保护伊朗石油销售和对外贸易 伊朗官方强硬的背后 与其导弹实力的提高不无关系 正可谓手握长矛 心中不慌 那么伊朗有何家底 可以和美国公开叫板呢 伊朗导弹库中的新贵 支柱中程导弹 注意其弹头小异 长期以来 伊朗导弹部队的中间力量都是上世纪90年代 从朝鲜引进技术开发的流星3系列液体中程弹道导弹 这是伊朗首款可以覆盖美国在中东驻军和以色列领土的导弹 流星-3中程弹道导弹齐齐改进型 也理所当然成为其弹道导弹武器库中的明星 也是历年阅兵的常客 虽然伊朗已经拥有数十枚新型的尼12固体中程导弹 但是伊朗并未放弃对流星3系列的升级改进 表明伊朗革命卫队 对这款导弹钟爱有加 而且伊朗官方不断给该系列导弹取新名字 各种命名比如力量 可谓五花八门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其制导系统和弹头如何改进 其液体发动机却仍然基本不变 因此很容易识别 伊朗对导弹的改进 重点是增成和提高打击精度 导弹也从早期的载入弹头 发展到可实现全程制导 不管流星3怎么改 其发动机又还是没变 是左边的飞毛腿导弹发动机放大版 2015年10月11日 伊朗宣布成功试射一枚代号 为支柱VMAT的新型导弹 其特点在于可以全程制导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导弹试射画面 然而没有公布导弹的射程 和其他具体技术参数 伊朗国防部长侯赛因德干说 这是伊朗第一种 可以在命中目标之前 加以秒准和控制 精确命中并完全摧毁目标的远程导弹 实为忠诚 德干说 这次试射显示 伊朗发展防务和导弹能力的行动 不需要获得任何人许可 此前 伊朗已经宣布拥有射程 达到2000千米的地对地带道导弹 可以打击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 从伊朗官方发布的图片来看 这种所谓的远程导弹 其实是安装了新型载入飞行器的流星3B中程弹道导弹 采用了新型的制导技术 从外形上看 早期的流星3A导弹 相当于是苏制飞毛腿短程导弹的放大版 采用的是可分离的圆锥形弹头 射程在1300千米左右 巴基斯坦的高里一中程导弹和它外形几乎一模一样 两者系出同源 为了进一步提高流星3的射程 打击精度和突防能力 伊朗对其进行了深度改进 2004年8月 伊朗公布了流星3B导弹的发射画面 并且称这是对伊瑟列舰2反导导弹拦截试验的最好回应 显示该型导弹是为了对付反导系统而研制的 流星3B导弹跟A型相比 无论是在外形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较大区别 从外观上看 最大的不同是新导弹采用了与前苏联SS-N-6前射导弹相似的载入飞行器设计 流星3B导弹的弹头采用三锥头式设计 分为追逐群三部分 弹头重量也比流星3A导弹更轻 战斗部长约1.3米 圆柱体部分直径约0.61米 据称流星3B导弹射程达1700千米 支柱E-MAC导弹射程达1700千米支柱导弹弹弹头前端 是个较为尖锐的圆锥体 中间是圆柱体直径增至约0.72米 柱底安装有四片与尾翼处于同一直线的小型空气动力垫面 底部是截锥体 这有助于降低气动阻力和载入稳定性 其弹头由耐烧时的复合材料制成 与弹体的金属材料明显不同 导弹尾部为四个乘X型分布的结尖直角三角形尾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导弹的生力性能并增加导弹方向稳定性 不过弹翼的存在不利于减小导弹的雷达反射截面机 但头分离后的载入大气层阶段空气动力垫面也能继续发挥作用 再加上导弹可能携带有类似征服者系列导弹的末制导系统 导弹可全程制导 打击精度较高 其技术可以用来继续改进尼12 点火发射的支柱中程导弹支柱导弹 使用了和流星3B导弹相似的机动式TEL-3用发射车 由于弹体直径与流星3B导弹一样 所以发射平台上的导流槽设计基本上一样 导弹的机动式发射车为一种商用底盘牵引式拖车 并非整体式底盘载车 因此越野能力不如采用整体式底盘载车的导弹 但伊朗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发达 这种载车不仅成本低 而且能与众多民用车混合在一起 迷惑敌方卫星和侦察设备 满足导弹隐蔽性的要求 2017年9月22日 在伊朗举行的纪念两伊战争 爆发37周年的阅兵式上 该导弹也通过广场 接受伊朗领导人的检阅 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支柱 液体中程导弹的新型载入 飞行器设计 也会很快转移到伊朗最先进的尼12号 两级固体中程导弹之上 在进一步提高打击精度的同时 借助固体导弹的发动机工作可靠 注存维护方便 发射迅速等优点 大力提升伊朗导弹部队的战斗力和威慑力 未来的伊朗导弹部队将是一支具有远程巡航导弹和先进的固体 或液体中程导弹的远程精确打击力量 随着伊朗战略打击能力的提升 其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 也会与日巨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弹道导弹相关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伊朗有能力研制射程更远的远程弹道导弹 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流星3系列导弹是伊朗可以轻松打击中东地区敌对目标 KRF弹道导弹实为流星3B导弹改进版 注意其奶瓶状弹头 支柱中程导弹犹如一把利剑 直刺苍穹 可以看作打得最准的流星3B导弹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 视频 图片 电影 游戏 请关注军武四卫面微信公众号